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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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狡猾了一下 大人 您这半夜三更的 让我到您府上 去拿这行李 这是做肾的 老王 你先别管这个 你拿行李的时候 没惊动我爸妈吧 二老睡得肾时安稳 我给二老服用的那安眠药 药力十足啊 这我让你给我拿行李 你怎么给我爹娘下药啊 这是大人托付我之事啊 大人 您让我去拿着包袱 这是做肾哪 今天我跟婉儿 约好了一起私奔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啊 所以待会儿 你得帮我守在外边 王某义不容辞 走吧 走吧 婉儿婉儿 我来了 嘿 是谁在唤我 你好 麻烦帮我找一下婉儿 你认不出我了吗 我就是你的婉儿啊 嗯 那我问你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送我的信物是什么 是 金腿 薰奥尔良的 你真的是我的婉儿 婉儿 这才一个月不见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别提了 还不是因为你啊 自从咱俩上个月分别以来 我每天都在思念你 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只能顿顿吃鸡腿 婉儿 没有想到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 那咱们现在就离开这儿 好 走 且慢 站住 你们俩现在可不能走 这位是咱老弟吧 对啊 这是我弟弟范思哲 你好 我是阿琪 我是阿琪 这位是林婉儿 哦 我知道了 林姨 你怎么知道我是啥东林姨人啊 哪个林姨啊 你们是不是叫私奔 你怎么知道的 这爹娘平时都十一点多才睡觉 今儿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你当我是傻子啊 会不会是这个季节容易犯困的 那也不能下午三点就睡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倒时差呢 帮帮帮帮帮跟这儿废话啊 反正你走无所谓 他不能走 什么 我现在那书铺就等着他那书 我赶紧卖我好赚钱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你不就是要钱吗 对 这么的这么 这样这样老弟 我觉得啊 你总卖书也不是个办法 嗯 给你找一个快速挣钱的办法如何 那正好你说我听听 嗯 你卖书不如自己说书 你找个台子上去自己说 这听着是个好招啊 嗯 不行我我这人我怯场 怯场 人一多我害怕我一个人不敢哪 你一个人不敢这样 你在旁边再找一个人 站在你的左边 哦 然后你就这样一对一对的组于一个团队 然后去北齐巡演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 是不是 我旁边等我找个这个人叫彭根 好那你说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名好啊 你们这个团队啊 你看啊你一个说书的 就爱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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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观众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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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如就叫 德云舍 德云舍 好这个名字也好 但是我不行我还是得考虑考虑 还考虑什么呀 我怕有风险 这个买卖你不做 你爸就做了 啊 啊 谢林仪 以后你就叫我德云女孩儿吧 来 以后 你只能是若云女孩儿了 你赶紧带我走吧 我怕她反悔 咱这就走 好 范公子 好 你是刺客吗 应该不是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应该也不是 我觉得你是 三公子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鸡腿姑娘 我是羊腿姑娘 自从昔日一别 我对你甚是思念 二位打扰一下 这还有个人呢 想必你不知道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吧 我是跟您儿子 真心相爱的 我是跟您儿子 真心相爱的 您就成全我们吧 伯母 伯母 这是什么眼神 有什么不对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他的鸡腿姑娘 范贤事已至此 我认为你应该 像一个男人一样 在鸡腿和羊腿之间 做一个选择 选谁 你就走到谁的面前 行 那我就选了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样做太草率 其实我觉得 你把这事弄复杂了 对对对 我就直接选 羊腿姑娘 不是 不是 你喜欢羊腿 你总跟我说呀 我也可以为了你 天天吃羊腿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不管是鸡腿姑娘 还是羊腿姑娘 它不是腿的问题 它是姑娘的问题 行 但是咱俩说出去的时候 你得说是我不要的你 要不然 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好 好不好 这样 咱们统一口径了 是吧 没事 我赶紧去找我那个管家 你一会儿他也有人了 看来 我也只能跟你私奔了 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 你愿意吗 我愿意